南京出了个怪事 商场里面冷冷清清 每天不是被辞退就是一直在找工作里边循环内耗 难道我们大学生真的找不到一点工作吗 在这种焦虑情况下 我接受了我小姨的指导 决定和她一起参加市场调研 为我以后的创业做准备 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创业吧 好像不是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大学生 都约着一起创业吗 当年一百万亿平方的街坊 现在都怎么样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 全国文明的步行街 当时巅峰的时候 现在这三步 至今起码去到十几万一个月 你看现在一间空的 两间空的 整一排都是空的 当时除了每个月要给十几万的租金之外 还要给几十万的转让费 才可以进来这边做生意 你看现在 全部都在招租 整一条街就剩几间在做生意的 现在这间商库 大家觉得它还有没有可能 回到之前最巅峰时候的状态 大家觉得这间商库还值多少钱 评论区告诉我 现在上海各大银行的工作人员都睡不着了 昨天跟一个银行内部的批判师看 他跟我说 现在就是他们行长 都得自己出去跑业了 他们现在银行的吸取任务 在年初早就超过完成了 但是放款任务 离目标还有一个金斗云 那么远 行长呢 天天插不吃 放不下 各大银行现在利率都已经降到 两厘到三厘了 放以前 想都不敢想 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货为手段 难道利息还不够低吗 还是大家都不缺钱 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 想问大家送外卖以后 有没有变得特别节俊 以前十几二十一杯的奶茶 随便点 几十一份的外卖 也毫不吝啬 现在自己送了外卖 才发现 是真不舍得点的 平时吃饭也不固定时间 就得随便对付一口 喝奶茶就更不用想了 开业免费吃七天 餐爷爷再次刷新了 普通人的认知 狗哥去年回收了上千家的倒闭餐饮店 刻骨铭心地感受到餐饮老板的压力之大 不知道有谁还记得去年的餐饮价格战 动不动就是59元四人餐 39元两人餐 餐饮老板们把底线降到了不赚钱上宝洞 只要能保本就行 从而导致超过了80%的餐饮店被拖下水 纷纷陷入不赚钱甚至亏钱的状态 而最近有新闻爆出 某家餐饮店开业 推出了免费吃七天的活动 这种营销方式让本就艰难的餐饮老板 更是雪上加霜 它代表了一个信号 说明餐饮业的竞争已经没有任何底线了 从2024年餐饮业的闭店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 仅上半年六个月就倒闭了105万家餐饮店 而2023年上半年餐饮店的闭店数量是37.3万家 今年对比去年同期倒闭的数量将近翻了三倍 同时狗哥也统计了一下微观的数据 就是狗哥这边上半年的回收数据 今年的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回收的倒闭的餐饮店数量 增加了320% 也因此狗哥的团队规模扩大了一倍多 可以负责任的说 今年开饭店比去年更加艰难 据调查显示 有超过80%以上的餐饮从业者反映 今年的营业额下滑非常明显 某烧烤品类的头部品牌订单量没有减少 营业额却下滑了30%以上 某头部咖啡品牌 营业额挤进腰斩下滑了一半 某酸菜鱼品牌利润更是下滑了70%之多 而这还仅仅是头部品牌的情况 可想而知那些只有180家店 甚至数量更少的小连锁更是异常艰难 房价跌不得呀 深圳有楼盘搞五折卖房 结果被之前买房的人联合抵制 才降价一周的时间被迫暂停销售 其是深圳龙岗的秦成达玉府项目 来了一个跳楼大甩卖 两年前它的备案价是4万2亿平 现在小库型房原来单价已经降到2万1亿平了 堪称是五折卖房 结果之前高位上车的购房者就不干了 联合抵制打折卖房 说你们降价这么很属于违规销售 这波卖房赚的钱要给老业主们不差价 让开发商明确退房退款的方案 想把房子给退了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这楼盘达了一周的者就被迫暂停卖房了 有网友说这买房的还是没有炒股的心态好 股市绿的不比房价惨吗 谁也没有敢让它退钱呢 而对房企来说 再不打折卖房它都要炸了 像这楼盘是深圳秦成达地产公司开发的 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2023年项目已经停工了 最近刚得到深圳国企的帮助 恢复销售 正在准备降价卖房 抢救现金流 结果被业主当头一棒 叫停了卖房还让它退钱 相当于是不让牛吃草还挤它的奶 而深圳县的房子不打折就难卖呀 7月份深圳的新房成交量只有3019套 同比又下滑了16.8% 二手房的再售数量一直往上走 想卖房的比想买房的多 而这也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上面100个周年城市新房成交量 同比暴跌了4成 二手房的均价已经连续27个月 环渝下滑了 这还是建立在各地楼市 都在放大招的这个情况之下 今年南京厦门等十多个城市 都推出了买房积落户的政策 郑州沈阳等地也放开了限跌令 政策都不去拦房价打折了 业主们能不能拦住啊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8月23日 杭州的徐女士通过招商银行手机应用程序 投资了100万元人民币 购买了招商财富管理资产计划 然而最终她仅收回了1.16万元 这一结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此之前 招英理财就因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 多次被监管部门处罚 就在8月6日 杭州西户区法院 根据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 正式对飞侠影视和红中影视两家公司 展开了执行立案程序 这两家影视公司的主要股东 是杭州新鼎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这背后牵扯的纠纷进一步揭示了金融投资的复杂性 时代周报报道称 相关纠纷的起因是投资者在理财产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或使他们将招商银行和招商财富告上法庭 根据此前公开的一份法院判决书 许女士通过招商银行总行的手机客户端 购买了一款新鼎名四系资管计划产品 金额为100万元 为了完成这一投资 她在招商银行的APP上支付了100万元本金 并额外支付了1万元的手续费 总共花费了101万元 然而 这笔资金最终流向了新鼎名公司 直到目前为止 许女士仅收回了1.16万元 由于本金回收困难 她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招商财富和新鼎名公司对损失负责 此外 报道还指出多份司法文件显示 从2019年6月开始 新鼎名旗下的私募基金 已经屡次出现到期无法兑付的情况 在新鼎名管理的27只产品中 有19只在2022年注销时已经完成清算 而另外8只则未能完成清算 值得关注的是 这8只到2022年 仍未清算的私募基金中 有7只是由招商银行担任托管刑 其中包括许女士诉讼中提到的 新鼎名文化投资4期私募基金 除了新鼎名 招商财富 还与合合影业 存在设计金额高达1.48亿元 及相应利息的未解决财务纠纷 事实上 招商财富 在多个高风险的影视文化投资项目中 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损失 受影响的企业 包括新鼎名 麒麟银峰 和集中文化等 自2020年以来 招商财富参与的部分影视文化项目 已经面临撤资困难 和长期法律纠纷的困扰 比如在光大MPS事件中 招商财富投入了28亿元 成为主要的投资方 结果却导致巨额本金 至今无法收回 尽管面临如此众多的风险 招商财富 仍然是资产管理规模领先的基金子公司 其参与的私募产品 涉及了多种复杂的投资策略 即包括直接作为有限合伙人 也涉及利用关联私募管理公司 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模式 然而 这些复杂的结构和合作模式 无意增加了监管和风险控制的难度 除了频繁卷入诉讼外 近年来 招商银行也多次因为规操作而遭到处罚 近期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 招商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因为能有效识别底层资产 以及信息披露不规范 而被罚款850万元 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也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350万元 两者合计罚款金额达1200万元 根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2023年 招商银行因多项违规操作 累计被罚款超过4500万元 而在2022年 招商银行因涉及反洗钱 信贷违规等问题 受到的罚款金额超过6000万元 而在2021年 招商银行至少收到了14张罚单 累计罚款金我接近8000万元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